书友们,咱们一起来写下延连益寿这四个字 最后一本很重 这笔呢,是最长的 选帧数呢,也一笔,到位就是写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特别稳定 这笔收笔的时候呢,比较重 这一行呢,不能写的太长了 这一行呢,不能写的太长了 刚才为什么说,我强调这笔不能写的太长呢 如果你写的太长的话,下面这一笔呢,也是很长 这起到冲突了 写下最后一个字,瘦字 瘦字是笔画最多的一个字 长痕 再组,往下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就是这笔呢,是最靠下的啊 整个字当中呢,结构方面的话,就是痕笔痕笔之间呢,它是贴的比较紧的 今天对于这四个字写到这里,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 书友们一起来写下和风、庆云这四个字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这里比较重 那么折下去的时候呢,记得一路啊,就是保持很平稳 然后这笔呢,就接着探出来,这边呢,探出来 这边呢,就比较长一点 这几个点都是啊,值得我们注意的 封字 稍微勾那么一点点 谢谢大家 一点是比较靠下的 这个封字这里呢 稍微留点空间给它 不要整个结构的往上挤 镜子 感谢观看 最后一笔这一笔那笔呢 是比较重的 观看整个镜子 它笔画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这个部分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呢 应该记得 我刚才说的那个横笔呢 比较细 竖笔呢都比较粗 像这个折笔呢就比较重 像这笔呢就比较长 这笔比较突出 这笔比较突出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笔比较也算少了 了得多出世的 这个 бр喝就了 好 是 一层的 biases 太厉vio了吧 这一句 这点呢 我们这边是比较靠下的 与字旁的比较宽一点 那么对于这几个字呢 我们今天写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 书友们 咱们一起来写下 撕飘云雾外这五个字 往里写 横笔比较细 折笔的双蓝比较重 也是往里折 这里呢 稍微凸出来一点 稀一点的往外撇出去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很重 这边的也是一样重 不要太长了 那么这笔呢 可以长一些 稍微勾一点点 那么这边的往上抬 不要太长 就可以折下去了 那么大家记得这个飘字的时候呢 一定要凑紧一点 然后有两点呢 需要注意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的转折呢 是比较重的 这一点勾起来是比较重的 就这两点 大家写这一行的时候呢 不要写的太长了 这个语字头呢 记得要把它写宽一些 4点呢 往这个竖点 往这个竖笔呢 靠 那么这笔呢 比较短了 这也不能写的太长 那么下面一笔呢 就可以稍微写长一些了 上去 到这里呢 重重的往下压 那么我到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物字 稍微勾一些了 折笔呢 是比较斜的 外字 稍微勾一点点 外字 那么今天对于这五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如果什么 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